脊柱外科微创新驱使,3D打印加导航,打造5颗私人定制新技术,位置精确,丝毫不差,成功。 3D打印加导航技术,让脊柱骨折患者的私人定制变成现实。 日前,由前从古脊柱外科成功开展了国内首例应用导航结合3D打印技术,针对脊柱骨折患者私人定制的精准手术。 3D打印技术1比1还原患者受损部位模型,是其余患者的性化追击无限接近。 脊柱外科王大勇主任介绍,其团队率先对一腰一追起成就压缩骨折半脊髓损伤的患者开展此线技术,获得满意的临床效果。 这标志着由前从脊柱外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追踪跟罗定置入是临床脊柱外科手术中,最常用内固定方法。 追踪跟于脊髓和神经位置披离,指定要求准确性高。 罗定位置不当可导致内固定系统稳定性下降,造成脊髓或神经损伤等并发症。 追踪跟罗定的松洞,拔出是脊柱后路固定树上见的并发症,因此如何准确安全置丁是临床医生需解决的重要难题。 据了解,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辅助手术导航系统被应用于脊柱外科,被认为是脊柱外科发展的里程碑。 近年来,3D打印技术制作出的导航模板,在辅助追踪跟罗定制作过程中,取得了实验研究进展,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在理论上经过3D打印技术所设计出来,三维肢体模型与其个性化追踪跟丁导航模板是与患者追踪接近完全匹配的,但也有其实际误差和不足,完全爱3D模板手术。 术中暴露较多,手术创伤较大。 王大勇介绍,导航结合3D打印技术,应用到腰椎体,压缩骨折在手术中。 目前在国内还未见报道,3D打印准备于术前,计算机导航精准于术中,两者优势结合,圆满完成几株骨折患者渴望的私人定制般的精准手术。 此处是气核度高,创伤小,恢复快,并发振烧十分适合现代人追求的快速康复理念和效果。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